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年2月初的時候 我有機會 和本理教會另外七間加拿大的華人教會 來跟隨Compassion Canada這個機構 去到墨西哥 我們有一個星期的短孫 與其我說是短孫 我倒不如說我是一個實地的考察 我就是要去看看Compassion這個機構 在當地是怎樣跟教會合作 去服侍一班在貧窮線以下的一班小朋友 當我去之前的時候 教會的執事都有問過我 他問我為什麼你會這麼有興趣 來這個Compassion 去這樣的行程呢 我的答案是 吸引我的地方 是因為我不是單單要去一個扶貧的機構 然後看看他在墨西哥那裡的工作 而是我想去那裡去經歷一次 你要去看看一個機構 當他支援當地的教會 由教會去扶立那些在貧窮線以下的兒童成長的時候 透過這樣 究竟會對一班的新一代 會帶來一個什麼福音的機會 這個跟我們那一輪說 在接下來的十年 我們有一個七加一的異仗 你記得嗎 其中一個的異仗我們說 我們很體重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少年人 我們的兒童 就在他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來認識耶穌 於是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一行人有十六個人 我們就浩浩蕩蕩蕩地 有些從加拿大的溫哥華出發 有些從多倫多來的出發 我們一起去到Mexico City 近郊 一個距離大約兩個小時車程 一個叫城鎮 叫Taluca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行程裡面 我們就要在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就去探訪那些在山區裡面 不同的教會 和那裡居住的一些村民 於是就是在七天的時間裡面 我們到訪了四個不同的山區裡面的教會 早上我們通常都會去到教會裡面 來參與他們的工作 去參觀他們 究竟過去他們是怎樣去照顧村民 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家訪 去到當地的村民 來看看他們當時的他們的生活狀況 如果你問我 究竟當地人的生活 給你有什麼印象的話 我一直都能夠形容 就是窮 窮到一個地步 連水連電都沒有 窮到一個地步 每一天每一餐吃的都是粟米 但是這樣 雖然你看到的是一幫很窮的家庭 你看到的是一個缺乏的家庭 不過當你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卻是體會到一份他們對信仰 對教會的一份好心的熱誠 我們探望了家庭之後 我們通常大約去到黃昏島 我們就會回到教會裡面 去服侍那些放了學之後 從四方八面而來 湧入來的那些居民和那些兒童 而最深刻的就是其中兩天 我們差不多要去服侍超過300個小朋友 在一個飯堂裡面 去吃他們的晚餐 你知道嗎 在這些服侍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機會來接觸到很多的兒童 我甚至乎很有機會的時候 來接觸到很多的家長 和那些家長來談談 我當然關心他們的就是 他們生活上面的困難 他們生活上面的缺乏 但誰不知一件事就是 當跟他們聊天裡面 我所聽到的 不是他們告訴我們它多麼困難 我所聽到的是他們的見證 無論是小孩子也好 無論是家長也好 他們都不停地跟我去分享 就是教會怎樣去改變他們一家的生活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其中一個的晚上 Compassion邀請了有兩個 他們都在同一條村長大的年青人 來跟我們一班牧者一同的來吃飯 這兩個的年青人 他們都是出現一個很貧窮的家庭 但是那個裡面他們就是透過教會 不斷的幫助 通過Compassion 給他們一些助養的計劃 從小他們就能夠得到幫助 不但在喜居飲食的上面 他們能夠可以得到幫助 能夠得到上學讀書的機會 甚至乎到現在這一刻 他們站在我們的面前 甚至乎有入到大學的機會 那晚當他們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大學畢業了 一個是讀電腦的 一個是從事行政的科目的 但是兩個人都已經找到適合的工作 甚至乎在這個過程裡面 原來不單止Compassion的工作 或者教會對他們的影響 是讓他們能夠脫貧 更加的就是至少他們能夠有機會 來認識耶穌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 其實我對於助養這些計劃 其實我也有過很多不同的問題 有過很多我搞不清楚的地方 不過正所謂從前風聞有你 但是如今親眼見到你了 在那一刻就讓我能夠活生生的 能夠可以見證到 一班被助養的年青人 他們一路的成長 他們是可以怎樣來到去被建立的 就是他們因為教會的緣故 他們從小能夠被關懷 從小可以被牧養 以至到今天他們不單止脫貧 甚至乎他們能夠可以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能夠得著一份耶穌基督 給他們的平安和生命 所以在他們的分享裡面 我反而不是聽到很多他們說 哎呀我過去裡面有多困難 多困難的故事 其實不是不艱難的 你想像到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成長 不過問題就是在聽的過程裡面 我聽到更多就是有關於 他們感覺到感恩的分享 他們說他們很感恩 父神對他們的供應 他們很感恩 Compassion這個機構對他們的幫助 他們很感恩 就是他們的助養的父母 對他們的關愛 而甚至乎跟感恩的地方就是 自他們小時候來到一開始 他們就可以在教會這個屬靈群體當中 來長大 在那裡 他們能夠可以建立到一份很珍貴的友誼 在那裡 他們能夠經歷到 弟兄姊妹領袖 牧者對他們的照料和牧羊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 若不是因為可以能夠親耳聽到他們的分享 其實我也體會不到 原來教會是可以對一個少年人的成長 並且他的建立是可以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 而老實說 同類型的見證 我會問 為何我在溫哥華 不是那麼輕易 你們是聽得到的 為何我在溫哥華裡面 我就是很少聽到有年輕人告訴你 就是 教會的成長 是令到他的生命能夠被扭轉 我去問我自己 是否代表了 溫哥華的教會 比起墨西哥的教會 做得沒有那麼好 我在想 其實怎麼會 在物資上 在人才上 我們各方面 都比墨西哥的教會還富裕 是不是 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有Capos 別人的教會裡面 有Avana 還有這個教會 有Pioneer Club 我們很多的老師 其實各個裡面 都有很多多才多藝的地方 甚至乎我們大部分的老師 都是一些專才來的 為何在這裡 我們反而不是看到很多的少年人 或者兒童告訴你 教會對他們的影響 或許 不是因為物資出了問題 不是因為人才出了問題 而是會不會 今天我們對於兒童成長 我們對於教會對兒童 帶來什麼成長 可以帶來什麼成長 在態度上 我們出了一些問題 而當教會對兒童事工的態度 出了的問題 又或者可能是我們作為家長 當我們帶小朋友 每個禮拜回來 在兒童事工 在那個態度上 來出了問題 以至於我們的小朋友 他的生命 不能夠把握每個 結連想教會 這個屬靈的家的機會 以至於 教會對他們的生命 所帶來的影響 和建立 我們輕忽了 就好像 當教會 對兒童事工輕忽的時候 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我們作為教會 我們把兒童事工 視為一種托兒服務 卻沒有把握到每個星期 就是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究竟我們在他生命上 能夠帶來什麼的建立 而當家長對於兒童事工的結連 於教會這件事 來有輕忽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其實同樣地會影響到 究竟今天我會以一個什麼的態度 帶我的小朋友來回教會 或許我們會看兒童事工 就只不過是他們每個星期的其中一個 可有可無的課外活動 換言之 只要有其他的活動 哪管是別人的生日會 又或者是誰的興趣班 又或者哪裡有這個遊藝會 又或者有什麼運動上的賽事 你知不知道 我們就很容易來放棄 我們帶小朋友來回教會 與教會結連的一個機會 一句話 我們說對不起 今個星期沒有空 有什麼比賽我回不了 於是我們就放棄了 小朋友結連於教會 在教會當中被建立的一個機會 當然 這個也代表了連大人自己 都一併將自己敬拜的時間 來放棄 鄧姊妹你說 一種這樣對兒童工作的態度 會為回教會的小朋友 帶來一個什麼的印象 會為到他每個禮拜天 他要來到Kapos 其實你在給他一個什麼的信息 你不就是在給他一個可有可無的信息 弟兄姐妹 究竟當我們帶我們的小朋友來回教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當為一回什麼的事呢 當我們今天回來崇拜的時候 其實我們又當是一回什麼的事呢 而作為一個自由在教會當中長大的人 一個過來人 我告訴你 我必須承認一件事 我的父母給我的人生最寶貴的禮物 就是莫過於至少他將我來帶回教會裡面 來成長 他將我的生命和這個屬靈的群體 來折迫起來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都不是一個容易搞的人 我都是一個可以說很橫皮的一個小朋友 我和我的主學的同行朋友仔 我們的性格很不相似 而事友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衝突 不過感恩的地方就是 當在教會裡面的時候 在我身邊就有一群的老師 有一群的導師 他們就是怎樣很努力的 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見證 來 demonstrate 讓我看到 究竟什麼叫做彼此接納 什麼就是他們平時所說的 我們要去彼此相愛 你知不知道 在年輕的時候 當我回教會 我經常都會說悶 很悶的 媽咪我可不可以不回 就好像今天我女兒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也有試過說 對於回教會 我根本沒有興趣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到一個地步 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記得當時的時候 我們年少無知 我們很喜歡一群的少年人 坐在教會的崇拜裡面 最後那一陣子 唱詩的時候 我們都還在 但是一唱完詩 當會眾來到坐下那一刻 其實我們一陣子已經不見了 因為我們已經在後面 偷偷地走出去 那時候我們的教會 在沙田 我還走了去新城市廣場 八百半的餐廳 在那裡吃東西 你知道嗎 我還以為是神不知鬼不過 但是其實 只不過是我們的導師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父母 為著我們熟悉生命的緣故 為著我們的成長緣故 仍然不放棄我們 仍然繼續來忍耐我們 和我們一起熬過那段 我們作為少年人很暴風的時段 他們繼續不斷用著不同的方法 用著不同的手法 是希望用聖經的教導 來建立我們這個人的生命 你知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終於熬過了 結果就是 當我們整班的少年人 在中學畢業之前的那一年 我們一起的 在同一年的裡面 我們缺制受洗進入基督的裡面 我們主動的 來説我們要成為一個 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轉眼之間 其實已經三十幾年 今天我這一班的主日學的同學 如今已經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是有一件事仍然是一樣 就是我們依然在教會當中 我們依然將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的家庭 將我們的子女 要接白在教會這個屬靈群體裡面 而這一班人無可否認 是我整個人生成長當中 其中一班 對我的生命最受影響的一班的好處 而今天我們都已經成為父母 我們都成為了 甚至乎我們都有一些 成為了主要學老師 今天的裡面 我們依然結連在 這個教會的屬靈群體裡面 你知不知道這個經歷裡面 讓我想起什麼 又讓我想起 其實聖經裡面都有這樣說 聖經裡面都有說到 當一個生命結連於教會 這個屬靈群體的時候 那個生命究竟會產生什麼的影響 就好像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裡面 跟我們所說的一樣 《以弗所書》第四章 第十一節到第十五節 你有沒有聖經嗎? 有沒有聖經嗎? 我經常都提醒你大聖經 就是這些時候 《以弗所書》第四章 有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五節 圖經裡面保羅這裡這麼說 他 對不對 佩 exhibition裡面 他講的在教會裡面 他所赐的 tenho作使徒的 tenho作先知的 tenho作傳福音的 熱 wrote 再作牧养和教导的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去承担圣工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以法所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继续讲下去 它说 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 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我们可以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封胜 长成的新娘 那怎么样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众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 吸异教之风 来到遥陷 飘来飘去 却要在外中 诚实地生活 在各方面长进 达到基督的新娘 保罗告诉我们 上帝是如何接纳教会 上帝在教会里面 他将不同的人 不同的才干 不同的恩赐 放在教会里面 其实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就是 将每一个愿意 结连于在一个 这个熟灵的群体上面的人 在当中 能够可以透过彼此的建立 以至接受装备 以至我们各人的生命 能够因为彼此的建立 以至成长 到一个他称之为 掌大成人的一个地步 以至我们不会再 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 小孩子是怎样的 小孩子的心智是未成熟的 小孩子的信心是又乱的 小孩子是动不动 于是就在别人的面前 中了别人的诡计 从世界而来的坏的影响 小孩子是会随着世界的风气 来飘来飘去 相反 当我们透过结连于 这个熟灵群体的时候 到达到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底下 成长的新量 我们能够过着一个 诚诚实实的生活 你想象 坎若今天我们作为大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的生命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尚且要透过 接合于教会 以至被建立 更何况一个小朋友的生命 更何况一个儿童的生命 他们比我们更幼乱 他们比我们更需要 这样来到被建立 他们比我们更需要 就是他们的生命 能够结连于教会 这个熟灵的家的上面 以至他们的生命 能够可以被坚固 能够被装备 而当我们的生命 能够可以被这样 这样来接驳上 教会这个熟灵的群体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种人生命被影响 生命被建立 那种的威力 其实是可以很巨大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 过去的经历 也更加是因为今次 当我能够有机会 去到墨西哥这个时间里面 我能够在一帮正直在当中 成长的儿童 他们在教会里面 如何被附纳 他们在教会里面 如何来到成长 在里面我能够可以 亲身的来到去体会得到 在什么时候 不是在他们最丰富的时候 不是在他们什么都有的时候 相反 是在他们最缺乏的时候 你能够见到这份 生命被建立的威力 为什么呢 说他就是正正当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留得低的 就只是人的生命 你才能够体会到 生命影响生命的威力 而你知道吗 我很感恩的地方 就是神今次 就是透过Compassion Canada 让我们来看见 这份当小孩子 他们的生命能够 接驳上去结联于教会 这个属灵群体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 能够可以 如何在教会里面 被建立起来 这一份的力量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很有幸 我能够可以邀请到 Compassion Canada的童工 来到我们当中 来再进一步 让我们去分享 他对在这个工作上的内容 和異仗 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位的童工 他的名字叫 Jeremy Biss 他在我们里面 他会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加拿大 或者在世界不同的国地 究竟Compassion Canada 究竟在做什么 In fact 今次这个旅程的时候 Jeremy都是跟我一起去的 请Jeremy Please 又翻了 Just in time Yeah For you only Just for me Just for me Well Chosun Chosun Surprise Surprise It's really an honor To be here S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oday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能够在大家的当中 I don't know about them But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 you said this morning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 但是我一句子 都不知道Pastor Joshua 在说什么 I felt like I was back in Mexico 好像我们回到墨西哥的一样 因为我们会说中文 他不会听 As Pastor Josh has shared with you Compassion's ministry is focused on supporting children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local churches 刚才的时候 和大家都分享过 我们Compassion的事工 我们是透过 在当地的教会 来支援 在贫穷线以下的儿童 So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ree reasons that I'm so excited to be a representative for this ministry 所以今天早上 我很想和你们分享 三个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在Compassion 这个事工里面 这么兴奋 The first is that Compassion's ministry is exclusively focused on children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Compassion的工作 主要的我们的焦点 就是在儿童的成长上面 As we read scripture God consistently reveals that children have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His kingdom 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见 上帝其实不断地 和我们看 就是在他的眼里面 在一个国度里面 儿童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God will often use children to accomplish important things He used David to slay a giant who threatened his people He used Samuel a child named Samuel to call his high priest to repentance 上帝很多时候 会使用儿童 来成就大事 就好像 他使用大位 来杀死戈利 来将以色列人 去挺救他 他又使用 杀母耳 来跟自己的大祭司 来呼召他 来悔改 And he even made an eight-year-old the king of Israel once And even Mary was a child when she learned that she would be the mother of Jesus 上帝甚至乎 曾经呼召过 一个八岁的儿童 成为皇帝 就算是玛利亚 即是主耶稣基督的 母亲自己都好 当他知道 他要成为 主耶稣基督的母亲 的时候 当时他都是很年轻 And then during his ministry Jesus showed his love for children when he told the disciples to let them come to him so that he could be with them 当主耶稣基督 在地 他侍奉的时候 他更加和门徒说 你让你的小朋友 到我这女来 好叫 主耶稣能够 将他对他们的爱 能够展现出来 And then again when he told the disciples that unless you change and become like little children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甚至乎当时 耶稣都是这样 来教导自己的门徒 就是 除非你们的心 你们的生命 能够翻到 好像小朋友 以致你才能够 可以进入上帝的国 Now we also know that in places in our world where poverty affects communities it's children who are the most affected and hurt and who are the least able to help themselves 我们知道在世界里面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被这个贫穷所影响 而当在被贫穷所影响的地方 和社区里面 由以小朋友 而同 他们最受影响 并且他们是最无助的一群 而我们的工作 其实也都很策略 很战略性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里面 原来有75%的基督徒 当你问他们 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时候 原来他们是在年龄 介乎4岁到14岁 之间来决定信耶稣的 所以作为教会的一群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 来将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能力 投放在 来让小朋友 至少能够信耶稣 好叫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当中 他能够从心 从思考的里面 能够接受这个信仰 第二个原因 我之所以 在这个时光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Compassion的工作 我们是透过本地 当地教会 来工作的 Compassion believes that the church is God's plan A to reach the world and that there is no plan B 我们Compassion 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上帝 透过教会 在这个世界的工作 这个是上帝的plan A 而上帝 没有为这件事 来制定plan B 而我们更加深信 就是上帝 唯独去拣选教会 所以我们要盼望 教会能够成为 发挥这个光严的作用 就在这个地方里面 在这个世界里面 去展现上帝的爱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 是会透过当地教会的工作 来帮助小朋友去脱贫 所以教会就成为了 这班的小朋友 他们感觉到安全的地方 在那里来被爱 在那里来被保护 并且透过社区 并且教会的支持 来帮助他们 一步一步离开贫穷 其实我们都发现一件事 其实我们都发现一件事 就是当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那些地方的教会 他们愿意跟Compassion 来合作 来服侍那些小朋友的时候 在最初三年的合作里面 教会的增长已达到两倍 甚至三倍 而第三个原因之所以令到我这么兴奋 就是因为Compassion的工作 是绝对的来卫生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报道 并且带小朋友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知道当贫穷 来到在儿童当中的时候 其实令到他们最困难的 不是他们没东西吃 不是他们没书读 而是 没有东西吃 没有书读 这个绝对是他们的困难 但是贫穷对于他们的成长 最大的影响 最困难的 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没有价值 当你活在一个极度贫穷的环境里面 这个很容易让他们去看 觉得上帝已经不再顾他们了 上帝已经遗忘了他们 甚至上帝根本是不存在 所以当我们很努力地 来帮助这些儿童 让他们能够有温饱 让他们能够有食水的同事 我们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令他们来认识 所以如果当他们能够 可以这样的明白 让他们明白 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其实他是爱每一个的小朋友 也当他们去明白 究竟这位上帝爱得到他们 一个什么地步 以至于为他们而死 而这些小朋友就在那一刻里面 他们就能够可以见到 原来他们的生命不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能够可以明白到 原来在上帝的眼里面 他们是如珠如宝 在上一年 我们已经知道透过Compassion的工作 在世界不同的国地 因为他的工作而相信耶稣的小朋友 总共已经达到有15万人 我们的数字不是最高 不过粗略的估计就是 每四分钟就有一个小朋友 归信耶稣 不单只是这样 我们甚至乎知道 每一个小朋友 来到去相信耶稣 其实他会带多 三至四个家人 来归信耶稣 我们有没有视频吗 我们有没有视频吗 试试 试试 可能 如果我们可以 我们会展示你一个小孩的证明 我们试试看我们有一部视频 是有关于一个小朋友的成长 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 他会逻输入我们了 而且他们被冲在这些地方 有一点是同样的 我妈妈的工作 我母亲父亲只有一caster 我们移民自从去 我们移民到 Naguru-Kasenke 这是一位的一座最大的宣用 而我认为我们的新家 这个是12的房子 I looked up on the roof, it was a tin roof that had holes in it That was a night that would stay standing Get little buckets, place just where the holes in the roof are And wait until morning A reality hit me that day This was life Poverty began to speak to me as a child I thought I was nothing I didn't matter Nobody cared to know my name I think the best way I could describe who I was And what I thought is the word hopeless My mother in tears approached one of her friends Just to share with her friend And her friend shared with her about compassion Compassion staff members immediately came to our home I remember them coming with just files To get details of who we were What our story was I got the news that a young lady, Heather, she was 15 years old A teenager She had decided to sponsor me I cannot find the words to describe The joy that filled our home When we got the news Richmond you've got a sponsor Which means you can now go back to school That ushered in me an opportunity To rekindle this hope that was taken away Heather began to write to me To hear words like Richmond I love you Richmond I'm praying for you They began to bring healing into places That were destroyed By voices and poverty and my self image I credit a lot of how I feel now about myself To those letters that I received from my sponsor June the 3rd 1996 I walked forward to accept the Lord Jesus in my heart I began to feel wow I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poverty I have been released God began to continue to grow the leadership within me God began to continue to grow the leadership within me And then I felt fully called to pursue pastoral ministry I began the Pastors Discipleship Network A ministry that exists to train and equip pastors And I spent a lot of my life training and equipping pastors In the Word of God Looking back into my life and thinking where I am right now And what I am doing I don't think any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compassion Compassion works Everything that was placed within the program Has helped build me to who I am right now Poverty is not just the lack of money The lack of material, food and water Poverty is in It's deep My name is Richmond Wandera And I was released from poverty In Jesus' name Last year I spent a week in Ecuador Visiting Compassion's work there 上年我曾经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在阿瓜多尔这个地方 来去视察Compassion在那里的工作 And at one of our church partners We met a man named Pastor Victor 我认识了一位 跟我们机构合作的一位教会的目者 他的名字叫做Pastor Victor Pastor Victor has led this church that we were visiting Which was in a very dangerous neighborhood For over 15 years And there were over 400 children Sponsored by Compass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assion project Pastor Victor 他在一个环境很危险的社区里面 他牧会牧养了有15年的时间 而在这间教会里面 现时总共有大约有400个小朋友 是透过这间教会 来受着Compassion的工作的帮助 Pastor Victor then told us That he had grown up in this same neighborhood And that when he was a child He had been sponsored Pastor Victor 告诉我们 原来他小时候 都在这个社区里面成长 而当他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就被助养了 He told us When his sponsor started to send him those letters That said Victor we're praying for you Victor we're so proud of you for staying in school And things like that He said he believed them 他说给我们听 就是当他被助养之后 他的助养的父母 就开始来写信给他 说给他听 Victor 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断为你祷告的 Victor 你知不知道我为你能够继续读书 而感觉到骄傲 Victor 他很相信这些说话 He told us that when he attended the compassion center He was told that God had created him 而他也告诉我们 就是当他去到这个compassion的时工中心的时候 那些人告诉他 就是原来是上帝创造他 He learned that God loved him And he learned about Jesus And what Jesus had done for him 在那里的时候 他明白到 他认识到上帝何等的爱他 并且认识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爱他的缘故 为他做了些什么 Victor told us that because his sponsors were paying for him to keep coming to this program He had a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 Victor 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他的助养的家庭 助养的父母 不断地用金钱来资助他 能够继续参与compassion的工作 以至他能够在当中 能够可以认识并且接受福音 And because his sponsors kept praying for him And telling him that they loved him He believed the gospel 亦都是他们的助养的父母 不断告诉我们 就是他们很关心他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接受了耶稣 And now today Just like Richmond in the video He's passing that along To 400 more children 而今日Pastor Victor 就好像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短片Pastor Richmond的一样 他今天将他领受到的东西 来继续传到四百多个小朋友里面 So the gospel wasn't just for him He's now making more disciples And he's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所以福音不是只是 停留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而如今他们都一样 他在制造着更多的蒙徒 并且来到去 进行着主耶稣基督 给他们的大使命 So one of the reasons I'm here today is to ask you if you would join us by sponsoring one of these children So in today's早上 我也很盼望在这里 邀请大家 能够成为其中之一个 我们的助养的父母 Every one of the children that are on the tables out here is a real child just like Richmond and just like Victor who really need a sponsor who can tell them they're loved by God and by you 正间大家出到去的时候 你会在他们的桌上 见到很多的相片 每一个的相片 其实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儿童 一个真实的生命 好像Richmond和Victor那样 他们很需要助养的家庭父母 你都是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 并且你都愿意爱他们 The cost is 41 dollars a month which I know for some of us that's a lot of money 每一个月里面 我们所付出的是41元 我知道 对于可能有些人 或者有些家庭来说 这个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But when I look at my own bank account and I compare 41 dollars in a month to some of the other things I'm willing to spend money on my cable bill Netflix New shoes Cup of Starbucks I realize that 41 dollars is not such a big deal for our family after all 但是当我将这41元 比较在我现在银行户口里面有的 然后我再比较 我每个月 愿意为我自己的生活 所摆上的开支 比如电视的费用 Netflix 买一双新鞋 甚至乎 耐不耐的时候 我们去Starbucks 喝杯咖啡 我就发现到 这41元 其实都不算是什么 当我们来参加这个助养的费用 当我们来参加这个助养的费用时 其实我们是将每个月的41元的金钱 来托付给当地的教会 偷偷他们 来帮助那些需要的儿童 在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情绪上的需要 知识上的需要 而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属灵生命 成长上的需要 And you're making sure that that child will have a chance to grow up healthy And you're making sure that child will learn about who Jesus is And how much he loves them 于是他们能够有机会的就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底下来成长 他们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认识耶稣是谁 甚至乎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You're making sure that child will have a chance to put their faith in Jesus And become one of his disciples 而这些小朋友也有机会能够去接受耶稣 并且成为其中之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And maybe one day this boy here will become a pastor like Richmond and Victor And invest their lives into the next generation 甚至有可能的其中之一个我们所助养的小朋友 到最后都可以成为好像Pastor Victor和Pastor Richmond的一样 愿意将他们的生命来投资他们的下一代里面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n this great mission 多谢大家来让我在大家当中分享我的工作 并且你愿意的来参与我们的工作 感谢博士 愿神赐福给大家 Thank you 鼎姊妹在墨西哥的地方 我是实实在在的见证到一帮的儿童 他们是如何在教会里面来得到成长 而他们在这一条成长的路上面 他们是因着结连于教会这个属灵群体 以至他们能够可以不断地来到受造就 即使就是在一种物质里面相当缺乏的环境的底下 其实你有机会能够去见到他们的生命 如何依然可以因为第二个生命的缘故来被建立 我很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这样说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个礼拜日 我妈妈都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路 你要带她回教会 我心里想两个小时走路 我们说走二十分钟在这里我们都说远了 但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一个家长 他能够可以带他小朋友走两个小时都要回教会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都从样的体会 就是当他能够让他的小孩子 结连于教会这个属灵群体的时候 这一样东西对他们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而想象今天 在他们这么困难的环境的底下 他们能够 他们愿意 来看重教会对他们小朋友生命的成长的建立 等于姊姊妹是这样的 我们呢 我们其实已经住在一个相当富裕的环境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在一个相当方便的城市里面 我可以说今天你和我回教会 我们带小朋友回教会 已经是一样很容易的事 家长 今天里面父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一个属于我们的群体 哥伦这个群体 里面已经有一班说很伟身 愿意预备好去爱你的小朋友 去教导你的小朋友的老师和领袖 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更加珍惜 你会不会将你的儿女 你的小朋友的生命 结连上哥伦这个群体的里面 就让这里去扶纳他们 成为一个 他们的生命更贴近耶稣的一个的人 兄姊妹 如果这个都是你愿意的话 我就会鼓励你以行动来回应 今天早上我给你两个的行动 给你们考虑 第一个的行动 不如由今天开始你调教一下 你每星期带你的小朋友回教会的态度 你不要再带小朋友回教会的态度 Kapos不是child care Kapos是disciple making 从今天开始 不如就是这样 我们认真地来珍惜把握每一个 我们能够带他们回来的机会 首先我们要准时 你知不知道不准时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 其实也很困难 当他走进一个班房里面 所有小朋友已经在唱歌 在读圣经 很开心的时候 他突然好像一个外出 走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准时先 甚至乎我们不要轻易 你要带他们 不要那么轻易 来随便拿走 他们能够回来 被生命来受造就的每一个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的行动 我很想鼓励你 第二个的行动 既然今天上帝好像颇了给我们 给我们的家长 给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能够有歌人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也有Kapos 来扶纳我们小朋友的生命 不如这样 你又将这份的祝福 来分享开去好不好 就是让更多 刚才Jerory跟我们介绍 那些更有需要 并且缺乏的小朋友 他们都可以 因着你的分享的缘故 他们都有机会 能够结联于教会 有机会 能够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鼓励你 不论你今天已经是为人父母 又或者你说我未有小朋友 又或者我仍然未婚都好 我好想鼓励你 不如你都考虑参与 Compassion Canada的工作 作为其中之一个 助养的父母 好吗 你知道吗 助养的父母 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我曾经听过 一个15岁的小年人 他成为一个助养的父母 我又都曾经听过 一个小组 成为一个助养的父母 我又都曾经听过 一对的兄弟 成为助养的父母 说在过往的里面 你都曾经参与过 或者仍然参与助养的工作 不过突然之后 我想说今次有点点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 这个Compassion的助养的计划 它是有机会 你都是带这个小朋友 能够认识耶稣 甚至乎有机会 将整个家庭 带入救恩的里面 你知为我们所付出的 我们是直接地 透过当地的教会 来去资助 这些小朋友的起居 学费 书保 并且是每日 他们在教会当中 所接受的活动和服侍 所以我鼓励你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如再多走一步 将神今天对你 和你家庭的祝福 分享给那些 更有需要的小孩子 为我们的父神 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里面 来制造更多的门堂 今天我特别请Jeremy 来到我们当中 带了很多的 助养儿童的 一些application form给我们 等一下你出去看到 你看到铺在桌上 每一份都是独立的 因为每一份都是 代表一个的小朋友 他们有来自墨西哥的 有来自非洲的 来自东南亚各地 我特别请Jeremy 你带多一些墨西哥 有需要的小朋友来 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刚刚去完 我亲眼看到 另一方面的时候 我们盼望有一次 真的盼望 教会如果能够 有一个不同的 助养父母 他们的小朋友 都是墨西哥的 我们能够一起去到那里 来探望这些的小朋友 我们在那里 来见证父神 如何透过那里的教会 来附立他们 来成长 所以弟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当在同行这条路上 跟我们的小朋友 同行这条路的上面 的而且确 今天上帝 仍然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来塑造我们 来改变我们 求要我们每一个 我们今天作为父母 我们能够可以 有一份谦卑的心 我们回到我们的父神的里面 我们的学习 再一次的学习 并且更多的学习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 一个与我们的下一代 同行的一代 好叫上帝今天 给我们这一代的祝福 不是停留在我们这一代 而是能够可以 处遇到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我们盼望 我盼望 这个也是你的盼望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比我们的上一代更精彩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愿我们能够可以 在祂里面 能够得到一份 主耶稣基督的心肠 就与父神所看重的下一代 里面我们与他们同行 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我想邀请你和我一同的起立 我们同心的里带祷告 亲爱的父神 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面 你将我们的焦点 放在我们的下一代 主要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画起很多人 他的着眼点 都是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在这里 你再次来调教我们的眼界 要将我们的眼界 放在我们的下一代 在我们的在座当中里面 我们有很多是父母 但是今天里面 我们再次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你选择我们 去成为我们的小朋友的父母 同样的是你选择我们的小朋友 你是将他们委托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们 同行这条人生路的人 在他们走这条人生路的上面 实在有很多 惊险百触的地方 有很多容易让他们来到 去走歪的时刻 但是父神你选择我们 与他们一起 你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 来帮助他们 行一条当行的路 甚至乎到老他也不偏离 但是父神在这个工作上 我们知道 我们作为大人的 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父神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求愿你 我求愿你与我们同在 求愿你的圣灵 祝你与我们的同在 祝你在爱里面 来交通我们 引领我们 附立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 成为一帮更好的长辈 成为一个更好的上一代 以致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能够毫无保留的 带着恩典 带着慈爱 带着管教 来给我们的下一代 好叫我们就在下一代的当中 为你兴起更多门徒 为你兴起更多 跟随你爱你的人 神父神 求你帮助我们 今年的早上 我在这里特别为了 站起身来 今天在做父母的弟兄姊妹 来祷告 不论今天我们的 小朋友 年纪多大都好 你告诉我们 我们的小朋友 年纪多大 我们在做多大的 年纪的小朋友 的父母 我们都在学习 而我们的生命 都是可以成为他们的建立 神我求你 祝福我们的每一个父母 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继续被你所建立 继续被你所无造 以致他们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 将父神对我们下一代的祝福 透过他们 来传以下一代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父神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已经作了榜样 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 你是我们最好的天上的父母 主要我们多谢你 求主帮助 我们诚心祷告 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